好另外接着继续来看到在之前10月20号花莲市囚轮街清晨金船火警 那么疑似电线走火造成了一户人家的三楼全被烧毁了 那么施工所在第一时间立即启动了安心为你紧急应变的SOP的机制来服务 那么市长魏佳琪也前往现场来关心并且发送了急难救助金 铁皮屋顶全被烧毁周边墙壁也都可以明显看到燃烧痕距 这场火灾发生在20号清晨6点左右 疑似电线走火造成一户人家的三楼全被烧毁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施工所第一时间启动了安心为你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并且在26号上午市长魏佳琪特别前往火灾现场来探视维稳 也发放了急难救助金 希望可以帮助民众尽快回复正常生活 希望说赶快把家园恢复正常 让生活步调都能够恢复跟以往一样 那我们希望说最近我们有一些在火灾的部分 还是再次呼吁所有的民众 那如果家中能够检视一下自己的家中的用的延长线跟电线 还有多装一个住景器能够预防火灾的发生 也可以提早了解到火灾状况的一个因应的部分 那再次要呼吁大家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更希望说我们台电的部分 能够来安排一些能够到我们一些比较老旧的房子来做相关的宣导 这样一些老旧的电线老旧的一些电器 都能够及时来做相关的态换 近期来花莲火灾意外频传 比去年同期建树增加许多 起火原因除了森林田野燃烧杂草垃圾之外 就是电器因素起火最多 市长温家贤再次提醒大家 出门或零税前务必要检查电器用品及火炉是否熄灭 以免不慎引燃大火造成遗憾 却实力群华莲市报道